台湾一家最大铜污泥回收厂的总裁吴明洪 6年前到中国设厂 被中共以逃税之名抓捕入狱 期间他的妻子外遇将孩子申请监管 后来吴明洪逃回台湾诉请离婚 没想到他的儿女却被中共公安当作人职 开口要价50万人民币 吴明洪早上陆委会和法务部陈勤 却苦无下文 现在他的小孩还下落不明 台湾最大铜污泥回收厂 永元集团总裁吴明洪声音战斗 控诉外遇的妻子挟着三个年仅十多岁的小孩 前往中国 夫妻两大离婚官司 小孩却被中共公安扣留成为人质 公安开家他是找一个人就是七万八千块 然后他的出勤会是一万八 全家福照片三名儿女笑得灿烂 总裁吴明洪却痛彻心扉 2007年他到中国广东设厂遭人设计 在中国坐牢三年两个月后讲世 期间太太外遇还掏空公司两亿元 吴明洪回台后发现小孩被太太带往中国 他找上陆委会法务部陈勤 希望宝贝儿女能够回台 却四处碰壁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日前进行的两岸历史性王张慧才刚落幕 立委痛批马政府只会政治算计 台湾人民碰到基本的假释问题 入委会却冷眼旁观 把民生议题优先放在谈判桌嘛 哪有人在那边先谈政治谈判的 民生议题的部分家事的 跟台湾人权利有关的 通通都放在一边搁置 有这种政府吗 孩子被公安当人质 台湾最大回收厂总裁投诉无门 只能求助立委 透过媒体曝光 希望让三名年幼子女早日回到他的身边 新唐人的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